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Casey 是 今天這個題目 其實我曾幾何時 還有舊公司的時候 都跟議員 爭論得很嚴重 這件事 講關於法禁的問題 我記得那時候 爭論到有人WhatsApp 我今天很生氣 OK 什麼事 什麼 撐啊 是不是有回音 是嗎?有回音嗎? 是呀 因為我的耳機問題 不好意思 未連到 我的耳機差一點 你聽到我回音嗎? 聽中聽到我回音嗎? 1 2 3 4 1 2 3 4 你先說一下 你呢?你查不查? 你什麼立場 你當然是支持短頭髮的 你不會支持短頭髮的 短頭髮是我 看一會兒 為什麼這麼久 唉唸不到 怎麼辦 我的立場 是很簡單的 身體自主 等一會兒 1 2 3 4 1 2 3 4 還是很厲害 為什麼會唸到 放進去 再拿出來 現在呢? 1 2 3 4 1 2 3 4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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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現在開始 由後來過 因為我都支持 取消法禁這件事 可以說一下事源 就是這個學生 今年就考DSE 也就是剛剛放榜 因為學校 對於她的頭髮 流長 是有意見的 所以 她跟學校 一直談不完 之後 她就覺得 不如試試去平機會 因為 曾經 阿長毛 在監獄裡 都挑戰過 這件事 為什麼 男囚犯 要剪頭髮 女囚犯 就可以流長頭髮呢? 希望 捍衛自己的頭髮自主 在監獄裡 但最後 就PK 最後是 連女囚犯都要剪 最後的結果 是 你是性別歧視 但是 這樣嗎? 一起剪 一起剪 那就不歧視 長毛那次那件事 是這樣的 我想這位學生 都想用這個角度 就是 為什麼限制 男生的頭髮 要是一定的長度 而女生就好像 沒什麼這方面限制 希望用性別歧視 這個項目 就是去爭論 關於法禁的問題 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不要因為我 你想聽我的意見 你意見是贊成還是反對呢? 我的意見是贊成 是應該要取消法禁 或者是很大程度上要放鬆 如果下一個男生就能說 喂不是喔 蘇格蘭那些男人穿裙的喔 那男學生穿裙的喔 那男學生穿裙的 會不會OK呢? 頭髮那個傷害 頭髮那個傷害 我覺得是更加貼身一點 那個穿裙的 其實我覺得 我也接受的 如果有一個男生 他認同自己是女生 他想穿女生的校服上學 我想很多西方國家是容許的 我想在這個位置 然後呢 就咬天亮的了 口同鼻咬的了 不過個人喜好 我其實喜歡短頭髮的 就是這個行不行 還有在學校來講 因為學校其實是教育的地方 教育的地方一定有些規範 就是他教育的範圍或者領域 就不是純粹法律那麼簡單 法律的合法的東西 不能進入到學校的 學校講道理的 就是我們曾經有一次節目也講過 那講道理之餘呢 其實就還有一定的道德規範 因為你從小到大 就是教育的五個目標 是德智體群尾的幾個東西 不只是回去學知識 那一般的德就是一個道德 那道德其實每一個 我想每一個學校有自己的規範 有一個校規的 那個校規呢 通常就比法律嚴謹的 這個是事實的 那如果你那個爭拗 是說要發校規和法律看齊 這個不實際 就是等同家規一樣 那有些事情你在家裡 如果做了家人或者你的長輩 會不容許的 然後他有拿出他的家規 行駛他某一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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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個年代是沒有的 真的 入了學校 收了才能收到手冊 才能看到校規 那也正常 手冊的第二 或者第三 或者第四版 就會寫著校規 通常是二三十條 你進去就看到了 二三十條 我那幾版啊 嘩 竟然也有 連那些頭髮 那個那個 那個 橡筋什麼顏色 他都要管 就是你不給染髮都算了 你們這班有些開放些嘛 在年代 他是規定 沒有那麼厲害 那些校規就簡單些 他規定那個橡筋要 深藍色 黑色 啡色 沒有啊 其他顏色不給 哈哈 就是 我想 有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校規本身是公開了的 那你自己選擇 進門口就受規矩 就是等於 等於好像走去餐廳 人家餐廳有這個 那樣 你穿的底衣 穿的短褲 是不讓你進去的 那你吹它不讓的 如果真的要討論 問題就是 如果你進去那一刻 是沒有說的 進去之後 說真的 你校規就算你幾板子也好 都寫不清楚那麼多東西的 就是通常這些頭髮長短 很少人都是爭的 說真的 大部分男生都會剪短頭髮 女的都不會很長的 就是我印象中 都是去到肩膀而已 過了肩膀都會隔你 是不是 我就是以前 好像過某個長度 就一條紮氣 就一條紮氣 一條紮氣 就像你奔奔 落到背部 它就隔你 通常都很少的 說真的 你如果 年輕人來計 又是PE 又是大漢 很少都會留到很長頭髮的 那如果那些通常就找來爭 那找來爭 通常也都會有人撐腰的 說真的 如果你一個年輕人的話 怎麼會去司法復合 搞那麼多東西 就是你中間也有些錢要花的 你可能要找律師 寫過律師信 你以為自己司法復合 自己走去 我司法復合 人家會理你嗎 你都會有一封東西的 那你就找人搞 找人搞 其實有父母撐腰的 通常在後面撐腰 其實都是不妥的學校 不妥的學校 其實老實說 以前的做法很簡單 轉校 你不妥的 你生氣來生氣去做什麼 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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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從前頭髮怎樣頭髮 要你乖乖回學 上課上課 要做什麼 那你一搞事的時候 這個在這樣的時空 這個環境之下 就變成一個頭條 以前也有的 說真的 偶爾 以前不是說留長頭髮 以前是染金的 染顏色的 有一輪都爭過的 我以為我的頭髮生出來 是有點甘甘的 那怎麼辦 是混合來的 生出來是甘的 有些試過的 即是頭髮很淺色的 學校說你為什麼染頭髮 後來改了 後來改了 初初不是的 初初是蠢的 是黑色的頭髮 後來改了 自然色的頭髮 神經病 黑色頭髮 是自然色的 總之你不要搞他 你不染他就先了 那現在問題又來了 我自然不剪他 不剪他就很長 不剪他就很自然 沒有錢飛發 你校長給錢飛發 你不給錢飛發 校長幫你飛發 沒有問題 我坐在校長上 你跟我剪吧 這樣 又可以吵 這件事情 問題又是說 我想這是一個社會上的問題 反正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即逢是有些 sociology的deviant 即是那些偏離分子 有些偏離分子 如果你是一個開放的社會 即是一把聲音都出來了 那當然了 開放社會通常就是說 都知道少數 多數 如果多數來說 是頭髮有個range 最多的range 可能多少cm 多少cm 那個range比較寬一點 那你如果一個range比較寬一點 你都不遵守 那譬如先95% confidence 那個interval 你都不遵守 那算了 那你是deviant 你找一間修理的了 沒有辦法了 那如果你是一些 如果不是 真是 這麼開放的社會 在香港這樣 那就變成一些另類 就學鴨雞群 怪怪的 那你怪怪的 為什麼有這些現象呢 其實也反映著整個社會 是有些人是想 挑戰一個權威 挑戰一個權威 那些叫做 英文的 Synical 是不是 噴世實狀 噴世實狀 他就是在社會裡 他是不滿意現在這個狀態的 他要改變這個社會 他改變這個社會的時候 他就會提出一些事情 提出一些事情 甚至他掃諸行動 掃諸行動 他又不想犯法 犯法那些是公民抗明的 公民抗明現在你看到下場都很麻煩 那他就不是犯法 在會星的制度之下 我容許的範圍裡面 去提出一些事情 那就想個頭條 為什麼我會比較傾向支持的立場呢 其實都是看回鄰近地區 因為你就是噴世實狀 噴世實狀 很難不噴世實狀 現在這個時代 或者我們做這行 某程度上也有這個情緒在裡面 但是我為什麼會支持呢 其實你看回鄰近地區 對於一些民主國家的歷史 解禁頭髮 或者在學校方面 去放寬髮型 都是一個民主化的過程 當然香港現在絕對不是行 這些事情是最妨忌的 是的 是的 當然現在香港不是一個民主化的過程 如果你說台灣 台灣他們最嚴謹的時候 就是白色恐怖的年代 他們對於頭髮的限制是非常清晰的 全國都是這樣的 大家應該如果有看過這套戲 是反校 這些頭髮就是那些女生 學生一定要剪的頭 來的 那女生就是這樣 他們叫西瓜皮 後面都是一模一樣的 是的 全部一樣的 那男生就是小平頭 六軍裝 都是2018年的事 男還是女 男還是北韓 男韓來的 KTV 不過這個是說六十年代的照片 那就是 都是他們經歷完一個民主化過程 有選舉之後 學生開始去反思 我對於自己身體自主的問題 特別是頭髮 和服裝都還可以爭 我看到有些人在爭論男生穿女裝的問題 不過今天不是這個討論範圍 但是就是 頭髮 就是身體一部份 這個是一個 身體自主的問題 因為去到譬如韓國 或者是台灣 他們都有出現過這些限制長短 譬如女生以下三公分 如果你真的過長 他們是會用剪刀去剪你的 這個就是從 無論人權 對於學生的那個人權 那個角度 身體一部份 去傷害他 這個也是不能夠接受的 所以我是傾向 撐這個解除法禁這一邊的 還有 KC都是說到那個問題 就是 他是虛偽的 他是想挑戰那個制度 而且是 一個法律容許的範圍 我覺得你今時今日 有學生還在想這一件事 我是相當之敬佩 就是經歷完那幾年的打擊之後 還有人是願意出來做這一件事 是沒有人支持你的 我看了 很多學生會想的 問題就是 訴諸行動 去到司法覆核 去到可以找律師 那就不只是學生那麼簡單 一定是整個屋人支持他 一定有家長是支持的 而這件事很明顯 就是針對的 不只是學校那麼簡單 不是一間學校那麼簡單 我相信不只是一間學校在做這件事 很多學校都是這樣做的 是progressive的 他的家庭也是progressive的 是針對著一個社會的 一個時弊的 那你去到這個地步 其實就 就是反映到那種 那樣的 反潮流的程序 那我 我有一些 想法 就是 我們這一代 和你們都爭了一些 年數 沒有了 沒有了幾十年 我讀過 不是 我也讀過 社會學 我知道 individualism 和collectivism 其實兩邊都有它的利弊 就是 你這種想法就是 比較偏向現在這個潮流 就是我不會說西方就等於個人主義的 都是近這幾十年才是這樣的 就是近這幾十年就比較 就是中擺放了去那邊 但是如果你是可以回學去一個團體一個組織那裡 你多不少你要compromise 就是你要遷就 甚至其實學校就是帶你入社會的一個中介來的 一個學校帶你入社會的中介 一個過度來的 那你如果 入去社會的時候 校服不夠嗎? 不是你所謂的 那你限制校服不夠嗎? 要限制身體 你會有放假的 就是我頭髮的時候放假我不可以 如果你進去做軍佬的話 當然軍佬那一頂就完全是一色一樣花 全部都看起來一模一樣 但是如果你說完全見面都不同的 有些像國際學校那樣 就是上學又不用穿校服 其實香港都不是 香港這個就可以穿校服的 就算在英國也好 那些學校都要穿校服的 就是說如果去到幼稚園那些 完全不用穿校服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那問題就有些古怪 就是這樣是不是像一個學校 還有是不是一個團體 是不是可以達到一個效果 就是他想要你去達致的某一些道理 或者甚至是道德的準則 就是如果他想在道德那方面 我現在說法理程 就是已經more than you 再上一個層次他想你 就是他想教育 他要教你道理向一個方向的時候 如果首先在一個意識形態上 你做不到這種效果的時候 是困難的 每一件事都不同的方向 有些長頭髮 有些不穿校服 有些不穿校服 法刑和道德有什麼關係 我未想到這一步 就是我遵從一個集體 價值和我學習得慾方面的教育 有什麼關係 得慾不是 只是你坐在那裡聽 他告訴你 其實是一種行為的體現 這種行為的體現 如果你有你他有他 我不是說站在你那邊站在他那邊 其實我理解到為什麼學校要做這件事 你問教育 你問校長一定都反對你這種說法 原因就是說如果個個都搞不回答 疑於管理 就是所謂extremely heterogeneous 的話 他沒有辦法管理整個大局 當然如果你去到一個 完全的homogeneous的時候 當然這個對每一個人來講 那個自主的發揮創意等等 其實也是騙了 所以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整個教育的過程 可能其實從小開始 其實是道德規範應該是緊一點的 慢慢上去的時候 譬如說你去了大學 那我沒有 尷尬你的頭髮長短 是不是 你搞大了肚子上學都沒有問題 我也看到同學這樣 為什麼大學是個門檻 為什麼 不是大學中的問題 其實我想中間是有漸變的現象 就是說 其實一路大 一路成長 一路成長 一路大的時候 其實這個東西是可以一路放寬的 那問題就是當然 你那個 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 那個變化 你所屬的機構的affiliation 不是一個continuous 你是discreet jump 比如從小學轉校 轉中學 中學轉大學轉校 那你是轉那一下 才可以讓你有一個改變 那我想就是 問題就是 中學就是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究竟它可以變還是不變呢 或者變多少呢 正正是有這個位置 那就可以讓你發揮了 就可以讓你打官司了 那如果你平時 正正常上沒事的時候 就沒有人打官司了 現在有事情的時候 你整個社會 在變的時候 那這個是一個可以發揮的位置 嗯 那我也真的明白那個男生 就是會想在這個時代 仍然就是在這個制度 就是他有說 為什麼會去做這件事 還有就是他之後求學問 其實他都是想讀社科系的 就是社會科學那一類的 那是想繼續去看這個社會的問題 從中 可不可以找到解決的方法 就是很敬佩這個社會 仍然就是有一幫人 是願意去繼續做這件事 就是仲想香港好的 就是仲想這個地方 其實我想最重要的 就不是說有沒有人去做這件事 有人做這件事沒有問題 但是我都會理解這個小數的 就是大部分人都不會這樣 留下來回去 問題最重要就是 他做這件事 會不會被人打壓 會不會被政權打壓 會不會被傳媒去封殺他 然後在司法方面 他又沒有受到一個公平公正的一個待遇 這個才是主題 是 那當然就是司法最後那個判決 那是法官 你認不認同那個制度是公正 已經是會影響你整件事 是不是公正的觀感來的 但是你從評機會那個反應 你就看到其實整件事 政府是本身可能已經有個立場在那裡 就是這件事其實不會走得很順暢的 一定會崎嶇的 那你說你再升華到去司法層面 當然啦 第一次敗訴你可以上訴 上訴可以再上訴 可以的 但是問題就是 當中那裡有很多人力物力 精神時間 這個其實不是大部分人可以 afford到的 他是磨你 他是折磨你的 那你如果要挑戰這個權威 你一定要受這種折磨的 問題就是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讓你挑戰 其實現在的空間都越來越小了 老實說 那看看接下來這個案件 是不是真的可以立案 他說用一個民事的方法進行訴訟 那看看會不會受理去處理 那今天非常多謝其事 我很喜歡 可以這樣大家一起爭論 有些不同的觀點 好了 感謝大家 拜拜 拜拜